站在马来西亚嘉颖阿萨萨叶慈祭环保棧外 远远就闻到了香喷喷的种子味道 我们今年这果种子是为了筹建我们的金石糖 今天在这里阿萨嘉颖环保棧 嘉颖的一个环保棧 通过大家师兄姐来收拾 调整一遍就变了一个中央厨房 6000棵树种分5天完成 职工们要求色香味俱全 绝不马虎 拥有丰富果种经验的陈秋燕和饭店厨师梁忠敏 特别抽空前来指导 期待他们是跟着我的脚步来 学习版正确的炒花煮花 我本身是生意人 我肯把我这些心得交出来 因为释迦牟尼佛教我们 要用大爱的精神来顾处 我有正爱吃素的 这个地头发火了 所以鼓励很多人尽量去吃素 我希望炒到一个十全十米 十全香味一粒给大家吃 除了为筹建进司堂 这些素种也化为爱的关怀 自己志工刘凤文和朋友 就将这些爱心种分享到孤儿院和老人院 所以一千粒种子 这些爱心种子 然后五百个他们是拿来结缘 这些慈善机构 因为本身我是做工 也是家庭主妇 那我就希望把有限的时间 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 因为秉持着就是一颗住人的心 那也希望可以帮助到 就是说这个进司堂的筹款 孩子们吃进嘴里的是 志工们的用心和祝福 也为端午节带来一丝的温软 大爱新闻夜恋 何永康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